平安 平安 刚刚我们已经读了今天的经文 是在《创世纪》12章1到9节 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耳熟能详 因为一般我们读经一年计划 也是从《创世纪》开始读的 所以这一段经文可能很多人都读了很多次了 那为什么我会选这段经文呢 其实就是 我觉得《圣经》它虽然是 好像离我们很远以前的时代所写的 但实际上 跟我们现在的时代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是不但没有相组 而且是完全密合在一起 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也是跟亚伯兰很类似 特别是我们这些 从不同的可能是 中国 台湾 东南亚 香港 缅甸 越南 辽国 很多地方迁移到美国 我们也是从不同的地方到一个地方去 那么身处在这个世代 对基督徒而言 如果我们没有抓紧我们的信仰 把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柔和 然后呈现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就可能会在一些试探 或者是诱惑 或者是软弱当中 我们就容易被绊倒 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要胜过罪恶试探 软弱失败 我们就需要有神的恩典 我们要平安度日 心里火热 我们也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不只是今天 我们是天天都要来祈求神赐给我们恩典 所谓恩典 就是我们不配得的 那叫恩典 就像神按着我们本相见到我们一样 这是恩典 恩典是你给予这个人是他不配得的 这叫恩典 如果你给他当得的 那是报偿 那不是恩典 因此如果我们要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我们就不要以忧虑为年岁的消耗 也不要以世俗为年岁的虚度 甚至于以犯罪为年岁的咒诅 那么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走在一个 合乎神心意的恩典之路呢 其实关键很简单 也就是说这条路是神要我走的 还是我自己要走的 我们要知道 上帝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如果我们愿意听 而且也愿意顺从神所说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走在恩典之路 如果我们选择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意念 那么我们走在的是我们自己的路 我们自己的路 就不是恩典之路 我们自己的路 是我们自己想象的路 有一节经文 就是诗篇127篇第一节 这段经文 我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人就往人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 看守人就往人惊喜 所以我们看到 你的努力 如果没有神同在 你的努力就是往人劳力 那么今天的经文 就是亚伯兰他的一生 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那个答案就是 他愿意听神的话 听了之后 他不只是听 他还愿意顺从 去走这条路 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 就是亚伯兰 那后来他被称为亚伯拉罕 亚伯兰 所以名字很重要 名字很重要 我有个子女 我每个子女的名字都有一个见证 所以当他们念到自己名字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到神的一点 就像耶稣 这是他的名字 基督是他的title 那耶稣 这个名字有意思 在马太福音讲 他要来到世上 拯救他的百姓 从最终 所以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 这就是神 给他一个尊贵的名字 就是多国之父的名字 事实上不只是在创世纪 在希伯来书 十一章八到十节 这边 希伯来书的作者 引用了亚伯兰 他一生的信心 所以他称为信心之父 所以在八到十节这边说 亚伯兰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他将来要得为地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 作有根基的神 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的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圣经六十六卷书 旧约有三九 新约有二七 所有的经文都是前后连贯的 因为都是同样 从神所启示 所摸示出来的话 感谢主 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 透过不只是旧约和新约 还有新约来学习 因为我们信主也是一样 我们信主牧师一定会问 你有没有 决志 决志就是你有没有相信 因为决志比受洗更重要 就像耶稣基督被钉在石架上 有两个强盗 有一个强盗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听我们福音 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 他知道他是个罪人 他配受这个刑法 但是他只求耶稣经营他 耶稣基督就说 你今天会与我同在乐园 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 因此每次我们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会说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我们的神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信心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坚定相信 只有一位救主能够救我们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此 我以深信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 这段经文 不只是对亚伯兰说的 也是对我们当今所有 蒙恩 因信 称为义的基督徒说的 这是我们生命的法则 也是我们一直直到建筑面 一生要走的成圣的道路 所以我想借由今天的经文 跟大家一同来思想 亚伯兰一生 舍己 顺服 与神同行的恩典之路 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慈拜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 感谢你每日的带领 主啊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 当我们打开 你的话语的时候 你自己的圣灵 就从天而降 开启我们的心 因为你的话语是宝贵的 主啊 圣愿 在这些话语当中 我们不只是听了 我们乃是消化 我们乃是得着 我们的生命得以转化改变 成为讨你喜悦的样式 主啊 因此 就求你诗任于我们 使我们在这个恩典之路 一直与你同行 我们这样祷告 感谢奉靠主 耶稣居民求 阿们 好 今天这个经文 只有九节 所以我先从这个 这九节的架构 跟大家讲 基本上会 我分两个段落 第一个是 以主词来分段 你会看到 一到三节 是讲到耶和华 那耶和华的西伯拉文 它是佑 嘿 瓦 嘿 基本上念起来是 耶瓦 但是基本上 他们不这样念 他们念阿多奈 为什么呢 就像我不会 我不会直呼 我爸爸的名字 我爸的名字叫胡逸坤 我见到我爸爸 不会说胡逸坤 胡逸坤 很奇怪 犹太人也是一样 他们不会称神 叫耶和华 要记得 耶和华是神的名字 神的名字 不是一个title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把名字 按title弄错 耶和华是神的名字 所以基本上 如果念的话 正确念是要念阿多奈 所以一到三节 是讲到耶和华 然后四到六节 是讲到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七节就是讲到 这个经文里面 我有把它按红色标示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清楚 四到六节 你会看到就是亚伯拉罕 然后再来就是 又是耶和华 向亚伯拉罕显现 不只跟他说话 还向他显现 接着呢 亚伯拉罕听了以后呢 他就听并顺从 所以从这个主词来看 我们看到一到三节是讲到 耶和华 四到六节是讲到亚伯拉罕 七节上又是亚伯拉罕 然后下面又是亚伯拉罕 这是一个非常架构分明的 神说了 我们就遵行 神向我们显现了 我们就一样听命遵行 那主题呢 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这主题 一到三节 也是 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 应许就是 要透过信心得着 所以西伯拉罕十一章一节 说什么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地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以神给你的应许 我们用英文是说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给你的叫应许 但你得着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神已经先给你的这个应许 好 那你看四到六节也是一样 四到六节是 亚伯拉罕 听到了神的应许以后 它就有一个动作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就是你明明有这个感动 而且是合乎神的话圣经的 但是你因为某些的缘故 你就没有去这么做 然后你就失去了一次 听命的机会 你失去听命机会 那你同样也失去一次 蒙福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 敏锐 圣灵的感动 第二个就是 四到六节就是亚伯拉罕 然后再来是 到了第七节 就是神下亚伯拉罕显现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 然后七节下到第九节 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回应 所以这个也是对仗 神对亚伯拉罕说话 然后亚伯拉罕就向神回应 神对亚伯拉显现 亚伯拉罕也向神回应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九节就是两个主要的主持 就是神 上帝 还有就是亚伯拉 第二个就是 这是有一个次序 神说我们就要听 我们听不只要听 我们还要行动 对这九节有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再来进入这个本文 你就会比较容易清楚 我会讲三个段落 第一个就是舍己 是在一到三节 第二个步骤是讲到顺服神 是在四到六节 第三个部分是竹谈献祭 是到七到九节 我是建议大家 都是用自己的圣经 所以你每次听到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把这个 牧师早上讲到的东西 做一个很简单的分裂 那么你对这一段经文 就会有很熟悉的那种印象 每次其实稍微做一些笔记 对于你圣经的基础 会有很深很深的扎实的根基 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的就是 舍己的舍 这个字我们常常会经历到 亚伯兰在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这里提到三个离开 第一个你要离开哪里 本地 第二个你要离开本族 第三个你要离开富家 我们会觉得圣经在教导我们的时候 是有层次的 第一个离开 你离开本地容不容力 我想还可以 因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离开本地 你离开本地 你到某个地方去奋斗 然后呢 你离开不一定只有你可以离开 你可以带你的妻儿 你可以带一些东西一起离开 从亚洲到美国 这个还OK 那第二个离开本族呢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大部分 不过我们感谢主就是 美国有一个特别的好处 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 你会发觉 每一个族裔都到他们自己会堂去敬拜神 所以我们礼拜天 我们可以跟同族在一起 但是礼拜天以外呢 我们面对大部分的 可能不是我们同族的 所以第二个离开 是离开你的本族 你觉得离开本族 容易不容易 也不太容易 因为你要适应很多文化 语言 生活 有很多思维 跟人家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适应一段时间 因此第三个离开 是最难的 第三个离开 就是要离开你的父家 离开谁 离开你的父 离开你的母 这是最难的 特别是对中国人 中国华人来讲 百善 孝 为先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会看到 神要亚伯拉离开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要离开 他自己住的地方 还要离开他的族群 最后他要离开他的父母 我们如果看圣经 在创世纪11章 31到32节 我们会知道 亚伯拉离开他父亲的时候 他父亲还可以活七八十年 将近八十年的岁月 他就必须跟他的父亲 父母亲离开将近八十年的岁月 不是八岁 也就是说你父母亲还非常健康 你就要离开他了 等到你回来的时候 是八十年了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对我们在座的 包含我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很难做抉择的事情 所以当神跟你说话 神的圣灵引导你的时候 你要很仔细地分辨 这真的是从神来的吗 还是你自己鼓刀日常 很多时候我们人做事情 为了要成就自己的心意 都是好像是别人跟他建议 或别人跟他讲的 实际上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会祷告 神是不偏待人的 如果他会跟牧师说 他也会跟你说 所以你不用再 特别是跟你自己 有攸关的事情 你个人跟神的关系 要更紧密 不是仰望别人来跟你说 别人只能告诉你 你这么做 合不合乎圣经 别人只能告诉你说 在他的生命经历中 这样是不是讨神喜悦 最重要是你跟神的关系 所以亚伯兰那时候 他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 他没有问任何人 因为他清楚 是神跟他说的 所以呢 他就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 会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要离开才会蒙福 所以你看在第二节 神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所以离开 神给他一个应许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应许 而且这也是舍 舍的一个奥妙地方 因为有舍才有得 舍得 如果亚伯兰他不离开 他本地本族附加 他就不会得到第二节的应许 他就不会得到第二节的应许 这是神跟他讲的 你离开本地本族附加 我就给你成为大国 不但你自己蒙福 你还要祝福别人 所以这就是舍 舍得以后才会有得 由此可见 当我们领受神的应许 这个应许啊 是一个蒙恩的应许 你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你就是愿不愿意舍去 舍去那些你看 在属世来看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不接受 那么你就不会得到第二节的应许 祝福 所以真正的付出 就是要舍 因为有一句话说 No pain No gain 你没有付上沉重的代价 你就不会获得相对的回馈 我们生活中 你是越舍越容易呢 还是越舍越困难呢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在你生活中 你有什么事你舍不得的 可能那那个 你在跟神的这个比对下 你就必须要做一个衡量 因为当你所爱的任何东西超越神 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你的偶像 所以我们要运动 我们要训练我们的muscle 肌肉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常常练习 我们愿意舍 然后你就会经历到神给你的得 所以应该是越舍 你就越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然后你就越更愿意舍 所以舍得多 得得也多 得得也完全 舍得稀松 舍得好像有没有 那你得了也是稀松 很稀少 很松 然后好像有得到好像没得到一样 也得了平常 那我这边就讲一个见证 就是威廉·波兰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财子 他很有钱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继承一笔财产 可是呢 他并没有要用这笔财产 让自己好像过得很舒服 他要去宣教 我记得他好像是读普林斯顿的 普林斯顿现在还是一样 有神学院在纽泽西州 还是耶路 都有神学院 那读完以后他就要去宣教 他宣教的真正的地方 是在中国的回民 你能想象吗 我们很少想象会去中国的 中国新疆那边是回民 他想他要去那边 那他就绕到先去埃及那边 可是呢 出师未竭 生先死 他在那边得了一个 其实他是很强壮的 但因为他是出生 很好的家庭 所以他不只是头脑好 钱多 身体也很棒 运动员 但是他突然在埃及得了一个病 就病死 病死以后 他妈妈收到讯息 这一句里面有三句话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 就是不保留 不退缩 不后悔 他在临死之前 他写的这三个字 别人会觉得好可惜啊 庞大的家产 不好好的过生活 去一个落后 疾病又多 然后语言也不太会懂的地方 你现在要传福音 然后他死了以后 他现在还写这三个字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的人 舍了一点东西 就会在想说 我不会给太多了 他配得这个嘛 然后再来就是 我好不容易去做这个服饰 我又生病 我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呢 不是应该祝福我 让我很健康吗 我们就开始 有一点点心里不高兴了 可是这个人很特别 他写这三个字 不保留 不退缩 不后悔 因为他清楚 他就是要去宣教 他清楚这是神给他的话 所以他就走在这条道路上 结果他因为这么做 就兴起很多英国 英国不是有剑桥气节吗 剑桥 剑桥就是现在的哈佛 比哈佛还难 七个毕业生同时去中国内地会 参加内地会到中国宣教 你想想看那七个人 皇宫贵族 平常吃东西都是有仆人侍候 读贵族学校 结果你看他们的照片 有一个剑桥气节就拿一个大碗 跟中国人一样 留个辫子 拿一块子 坐在马路边 马路边 那时候中国人很多都在马路边蹲着吃饭 他跟他们一样 他原来是在高级西餐厅 穿着卡西斗 有人端盘子请他喝茶 他到中国宣教留一个辫子 端一个这么大的碗 拿个筷子蹲在马路边 跟那些中国人一起吃饭 这就是蛇 因为他们看到威廉波顿 他比他们更有钱 他都愿意了 所以他们就去了 所以兴起很多人起来宣教 所以他死了以后 反而激励很多这种非常有学问的 出身背景非常高贵的人 他们愿意去非常落后的国家宣教 因为他 大家觉得很佩服他 所以就这么做了 其实在马太福音16章25节 这边有说到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这是属于原则 我今天其实还想到一个见证 我临时想到的 是一个陈伟恩 他爸爸是医生 然后他从小受很好的教育 他住在加州一个非常好的区 可是突然有一天 神跟他讲说要去宣教 他去新吉内亚 巴布亚扭新吉内亚 希望我没有发现错误 那边的语言没有人听得懂 那边的语言就是说 讲的话就是 就是 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的语言 是没有被翻译过的 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就是 没人听得懂语言 所以呢 他竟然要去 然后他还有两个小孩 很小哦 他所有认识的人都说 你不负责任 你要死就自己去死 你为什么带你太太小孩去死 你对你小孩不负责任 你小孩现在在加州活得好好的 社区 小区这么棒 你竟然要带你小孩一起去 那边没有水没有电 没有人会讲话 因为讲的话他们都听不懂 结果他就去了 他去了以后 他经过三年才开始 宣教为什么 先学语言 你讲不通听不懂 简单来讲说 最后他翻译了一本 当地人可以看得懂的圣经 他们让他们说的话变成文字 很不简单 是几年 六年还是九年 他就做这个事情 大家就觉得他很傻 特别是他做贱人事 我看他的加州的豪宅 和他这个加州的学区 我觉得他这个 可是他就做了 因为他做了 那个心不亚 你有心急内亚 那些人就可以听我们福音了 反正那个都很困难 但是要清楚 是神对你说的 如果不是 你不要轻取妄动 因为要看自己和乎忠道 这是圣经说的 别人做什么 那是别人神给他的呼召 你就是要做你自己所得的呼召 因此他们就这么做了 做了以后就是一个 会激励很多人愿意去做 那得了以后呢 就要分享 因为这边有说 在第二节后半段 他有说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一个活水的江河 如果你是一滩死水 你只是得则得 就是一滩死水 死水最后就会发臭 没有东西可以活在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活水 那就不一样了 你得的多 你留的也多 分享的也多 你就会越来越流畅 就越来越造福别人 所以亚伯兰他得到祝福以后 不是独享 他是要分享 分享 所以得了以后就要分享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得福 因此 听清楚神跟你说的话 舍了 你就会得到神的允许 得了 你就会去分享 其实我有经历很多见证 讲一个这个是我个人见证 这个房子是我现在住的房子 我在这个房子免费住七年 我那时候刚住的时候 这个房子新建还不到十年 非常新的 非常高 有地下室 独立车库 前面有庭院 后面还有花园 免费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 2010年 我来到特拉华州墓会 那时候我只有两个小孩 我现在有五个 这五个 现在有五个 我最大的女儿现在二十九岁 我有五个小孩 我最小的现在七岁 小学二年级 所以我的人口很多 我那时候住在 Apartment 是 3 Band Road 可是我觉得太急 我就祷告 我希望能够住到一个比较 不用这么急的 因为在公寓里面就只有公寓 什么都没有办法 我祷告完以后 2011年11月 10月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 他说牧师 我有一个房子 我免费让你住 请你帮我看管 我那时候很压抑 我说你认识我吗 他说认识 然后我说你怎么认识 他就说 你是台湾来的 你以前当过什么职务 你现在在 我说哇 那我不认识你 我全教会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弟兄 没有 我全教会 我就问了 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没有我问好久啊 我要问到 德拉瓦州其他教会 我才知道这个人 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的 不是我教会的 我就一直问 终于问到了 他说有感动 他就是要把房子免费给我用 我就想说 这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才在犹豫 他马上寄一封信 如果他第一次先给我用五年 如果五年之内 我叫牧师离开这个房子 牧师可以告他 你知道吗 他签这个contract给我叫签名 他说假设我五年之内叫牧师离开 我可以告他 你说有哪个屋主会写这种contract啊 我就遇到这种事情了 然后我就想说你是有钱太多吗 不是他刚被Lalf 被公司请退 哎呀我说这基督徒怎么那么大的信心啊 才刚失业而已 因为他在生命中 他在公司里面 他就是遇到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当他在工作中遇到问题的时候 这个基督徒啊 就帮他解决 解决完以后还不抢工 让这个他在公司的老板知道 不知道是这个基督徒帮他做完了 就是让这个功劳都归在这个弟兄身上 这个弟兄好感动啊 你想想看 本来老板教你 教父你一个工作 他是精算师哦 精算师哦 数学超好的 他竟然解决不了 后来我知道他那个另外一个同学 另外一个同事耶鲁人更聪明 他就帮他解决完以后 那个同学不拘工啊 就假设是这个弟兄成功做出来这个结论 他好感动 他说听一下怎么会有这种基督徒啊 一个project成功 很不得了 那个会为公司赚多少钱啊 那个帮他的人竟然就是默默的帮 就这样子 全部是我那个弟兄的功劳 他太感动了 所以 他后来 他是 他是中国的 他是 中国第一批改革开放的研究生 第一批 就是说一可以出国 他就出国的第一批研究生 他非常聪明 所以他来美国的时候很骄傲 但是神就修理他 后来就是靠很多人帮助他 所以他就感恩了 感恩以后他就要回馈 有恩必报 然后那些人说不要回馈 我们都是神感动的 你要效法我们 那些帮助他的人 大部分是白人 那时候华人比较少 你要效法我们 你要看神给你感动 有哪些人 跟你先的光景一样需要帮助 你要传递下去 把我们帮助你传递下去 我就是他帮助的第一个 他祷告很久 一直找不到机会 结果终于找到我了 那我呢 也不晓得怎么会被他找到 结果 常话等说 他后来换了两个工作 他其实那时候已经快退休了 可是呢 每换一个工作就加薪 每换一个工作就换一个大房子 他最后一个房子有多大 我们一般在美东 不是都要挖水吗 渠道吗 下雪天的时候 他们邻居去他家拜访 不是走路不是开车 是划船 从他家后院的旁边一个节地下划船 到他家 他家然后再上来 你看那社区有多大 那房子跟城堡一样 我这一次看到美国社区这么大 去人家家拜访 是从他家划个船过去的 他受神很大的祝福 他是一个 我从来没看过 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 他甚至跟我讲说 我的小孩如果想要学数学找他 免费 所以 他就是分享出去 那我呢 坦白讲 我是20年前 我那时候也是买一个新房子 不过在台湾地很小 只能买滑下 电梯滑下 我买一个全新的 那时候我感动 我20多年前 我奉献给两对神学生夫妇 免费用 用两年 我不晓得20年后变成我得到这个恩典了 我20多年前 我根本没想到20多年后的事情 我20多年前买一个新房子 我自己到外面租房子 我觉得神学生很可怜 没有钱 然后又要开拓教会 然后有两对 刚毕业 couple 我说好啊 免费用 结果神就祝福了 就在我家 人一直做不下去以后 就成立一个 买一个会堂 就成立一个新教会 那其实我早就忘记了 我没有想到20年后 我竟然会经历到类似的事情 所以这个法则 不是就在亚伯拉罕身上的 你要常常主人之位 你就是要听神的话 如果神给你这个感动 是你可以做的 你就要去做 你做了 你不会吃亏的 绝对不会吃亏的 所以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舍 舍了你就会得 得了以后你就会去分享 第二个就是你要顺服神 这边就是讲到 一开始 他第一个字就是 Lach 就是要去 谁要去呢 你要去 我们常常在很多事情上 我们都说谁要去 好像每次提意见的人 都是压力很大 为什么 你提了你说 不要找我 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一个知己 如果觉得大家都同感亦灵 发觉这个东西 这是从神来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去做 我们要去支持 万一你没有这个感动 但是又很合乎圣经 你就要去支持他 所以当你听到神 对你说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是要有行动 所以第二个顺服神就是一个行动 不论是从文法院神学来看 就是虎背 信靠 顺服 然后呢 你就会有行动 不可能没有行动的 很多人 我真的是很佩服有一些人 他非常属灵 属灵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这样子会绊倒很多人 我牧会经验 竟然有人跟我讲说 牧师 我爱主 爱到一个地步 我今天如果不祷告 我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 我乍听之下都觉得非常熟虑 因为他不做祷告之前 然后他说我一天祷告12个小时 我说超属灵 比我还属灵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他结婚了 他有小孩了 那么他老公上班 就不会有人帮他做早餐 因为他不祷告 他不会去做早餐 然后他不祷告 他不会帮孩子包便当 所以这些事情就被他老公做了 所以他老公就很可怜 他老公不信主 所以他老公就会被绊倒 为什么 我老婆这么属灵 然后属灵到 我早上上班没饭吃 然后孩子还要我拿包便当 还要我送 他一定要祷告完了 然后他还要行动 这个要小心 很多人用属灵的事情 成为一个懒惰的借口 很多人都说 谁能够祷告12个小时呢 祷告完今天都不用干事了 我们一天工作才8小时 他要祷告12个小时 挑明就告诉你 啥事我都不会做了 炸天是不是很属灵啊 所以我们要小心 真的是属灵到很可怕 真是整个家都毁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听到神跟你说 你祷告你读经这是一定的 但是你的本物是不可以缺少的 如果说你一定要说祷告完才能够做事情 那么你就要舍 你老公六点半起床要吃早餐 你五点就要开始祷告 祷告到六点一个小时了 你还半小时可以做早餐 你就要牺牲你的睡眠一小时 你不要说我也一样六点半起床 我要祷告一个小时 那你老公已经要去上班了 因此顺服神绝对不是只是坐在那边 都没有动 要有行动 而且这个行动 是完全按照神跟你说的去做 不是按照你自己所想象的那个方式 其实我最近才讲过阿摩斯书第四章 你会看到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 夺劲前 看到以后你都会觉得说 怎么神要审判他们 其实他们是非常恶的 阿摩斯书第四章这边说什么 以色列人认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 到基甲争罪恶 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祭祝 他们每天献祭 每三日献祭 他每三天就十一 然后他们还要献感谢祭 甘心祭 我在想有谁比这些人还近钱 可是都不讨神喜悦 因为这都是他们自己所说的 就像某些宗教一样 你就是一直做好事好事好事 你就会积很多很多很多的因德 那这个标准从哪里来的 这个标准是从你自己来的 不是神 神没有这样规定你 神没有要讹诈你 神也没有让你要活得很痛苦 是你自己 所以他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宣传报告给众人 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 就是要把所有荣耀归到自己身上 你看我多属灵啊 你看我多棒啊 把荣耀都归在自己身上 然后是讨谁喜悦 自己高兴 我们做的事情 你是要讨个自己高兴 还是讨别人高兴 还是要讨神高兴呢 但是讨神啊 你怎么会讨你自己 和讨别人高兴呢 我们在教会 神是全知全人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 我们要认识神到一个地步 你就知道 神不会讨仗 神不会 好像要让你 就是过老死 没有这样的神 神是的一年 是平安的一年 你就是做得合乎你中道就好 你不要跟别人比 神给你什么样的位分 做什么事你就把它做好 就讨神喜悦了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起而行 我们就是要顺服 顺服就是要去 去就是要回应 回应就是带出行动 行动不是自己高兴的 那样的行动方式 是讨神喜欢的方式 行动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亚伯兰就立刻起身了 这个是一个什么 操练 马太福音第七章 二十四节这边讲到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真的是不容易 以我以前的工作 真的 我目前发现 如果你去服过兵役 你就绝对知道 什么叫做绝对的服从 比如说我那时候 我是一个地区指挥官 我真的是一个地区指挥官 我走到旁边 有我的那些士兵官兵在旁边 我不晓得哪里发神经了 我说趴下 他们就立刻趴下 不加思索 立刻反应 军队是这样 他不会问说 包长官 不合理地很脏 他不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立刻趴下 所以我最能够体会 什么叫做绝对的服从 他不会去质疑 那个 他为什么说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训练到这个程度呢 很简单嘛 打仗是攸关你的生命存亡的 如果现在我跟你讲话 你都没有办法立刻反应 当要打仗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打仗 你会想 这个命令对不对啊 我这样去会不会死掉啊 用这个武器对不对啊 你会想很多 想到最后 你还没去就被人家打死了 太太迅远了 所以平常就是这样训练 命令下达 立刻执行 完全不加思索 就是yes 这些军队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如果军队是这样 我们对神不是更应该这样吗 人都可以要求你这个样子 为什么神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却没有这个样子呢 因为我们常常错误的 广泛的思想神是爱 神是爱没有错 但我们也要敬畏神 敬畏这个字叫F-E-A-R feel害怕 不是神要你害怕 是因为你太认识这个神 以至于你心存一个敬畏 就像我以前在当军人一样 我们在台湾听到蒋宗正 我们军人听到蒋宗正 没有 顺服神 舍得分享 听了神的话 你要顺服 你自然而然 你的生命的思维 你对神的认识程度到某个程度 你才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出你那个行为 你会迟疑 可能你对神的认识度还不够 你不晓得神有多伟大 我们常常讲说 神是说有就有 命令就立 真的吗 神能够让死人复活 真的吗 你没经历吗 所以你对他的认识就很模糊 你如果相信 确定 你就是立刻行动 而且你清楚这是神说的 你不会有半点的含糊 所以 这是一个朝廉 这绝对是一个朝廉 没有人一天 一信主的话信心就非常大 我的信心也是很小的 我都是一直累积的 信心是累积的 Acumen 累积的 你刚开始神 你刚信主 神给你信心是这样 你信越信越久 你跟神观越好 神就给你信心更大 更大 更大 所以我记得 有一个牧师叫林道亮 很有名 前中华夫妻圣院长 他说你如果一年之内 你都没有经历到一件事情 你绝对讲出来大家一定知道这一定是神做的 这绝对不是你用尽你自己的思维逻辑知识经验法则做出来的 这绝对是神做的 就像我刚刚我怎么会有一个房子 有一个人还写一个contract给我呢 而且我不认识他 更奇妙他是国内的 我是台湾的 活共不相种啊 我说要打仗啊 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体验是神做的嘛 没人认识这个弟兄啊 我找了半天才找到 因此 我就是鼓励大家 你不要把神看得太小 你一定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如果真的神给你一个感动 而且是完全符合圣经的 你就要相信神去做 神给我们的 一定超过我们给神的 这个法则绝对不会改变的 你给神的绝对不会超过神给你的 这绝对不会改变的 那你看这个 可是呢 分享的结果好不好呢 非常不好耶 你知道亚伯兰他带谁出去 带自己七小 他还带了一个他池尔罗德 这小子好不好 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的羊群呢 那是因为神祝福什么 亚伯拉罕 亚伯兰 所以圣经说 我祝福你 所以跟你在一起也会得福 所以他的子子罗德 为什么也有那么多羊群呢 就是因为亚伯兰是神祝福的 所以他跟一个被神祝福的人在一起 所以他也得了福 他得了福以后 他怎么跟他的这个亚伯兰来互动呢 他要跟他什么分开 刚开始是争吵 要打架 亲兄弟 你想想看 你得了你的长辈的恩典 你不知感恩汇报 你还要打架 后来亚伯兰就出来就跟他讲说 好好 我们都是弟兄 我们不要这样做 你选 你选 哪里 我就跟你相反 然后 罗德这个侄儿 想都没想 他选一个 好美的平原啊 草好多 水好多啊 然后亚伯兰另外一地方 除了石头啥没有 要是像这样的侄儿你要带吗 这个人铁链你从小看他长大了 你从小就认识他了 这个人从小就不太尊重长辈 这个人从小就非常贪心 这个人从小就什么好处 觉得抓紧紧的 不会给你 你还要带他吗 我是不带的 但亚伯兰带了 他知道迟早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侄儿丰富了 有钱了 结果呢 就开始跟你抢地了 结果他完全不知廉耻 要那个最肥沃的 那亚伯兰就给了 为什么 因为亚伯兰他所信靠的 不是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 他信靠的是神 他的侄儿看到的是属世的东西 他以属世的丰盛 富裕成为他存活的一个奋斗标的 所以他跟亚伯兰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亚伯兰没有看到石头 亚伯兰看到是神的祝福在那里 罗德看到是那一片风 结果他慢慢迁移到哪里 索多玛尔伯拉 索多玛尔伯拉最后怎么样 流氓火不下来 他一生的辛劳全部瞬间化为乌尽 但是亚伯兰在另外一边呢 非常棒 还过来救他 所以 你要分享也是要操练的 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对象是 而且你对他非常清楚 他绝对会做出这种 让你心情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是信靠神的 我们就 我们相信神是公理联名的神 他必会赐福 所以神是信实的 神也必不叫我们受试探 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 叫我们受得住 所以我们要试试看 当你遇到了 像亚伯兰遇到的这种侄儿 这么亲密的亲人 他对你这个态度 他反应这么的不好 你还是用神的爱去对他 你一定会发现 意想不到神的祝福 这个可以从你的配偶 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开始做起 绝对会经历到 出人意外的祝福 这从神而来的 所以第二个步骤 就是 走太快了 就是要顺服神 顺服 你就会蒙福 你就会一直像一火水 这样的蒙福 第三个步骤就是 竹坛献祭 我们舍了 我们要 第三个步骤就是 竹坛献祭 就是 要不然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他都会竹坛献祭 竹坛献祭就是什么意思 竹坛献祭就是再一次 成名 宣告 我相信我所信的神 而且是 向所有人告诉神 所以我们受洗完以后 一定要上来做见证 做见证 就是宣告 神在我生命中 奇妙的作为 我一生一世 要与主同行 所以竹坛献祭就是 宣扬主的圣 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 难免会遇到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 让你很难去招架 我讲一个我个人的例子 基督徒可不会说谎 不可以 但是现在有很多长官 都会让你不得不说谎 比如说我那时候 还是小位级军官 还没有到校节的时候 我在上班 身部 我后面科长 中校 中校比我大很多 然后每次接电话 办公室接电话 没有人会接电话 因为我是全办公室 我那时候在人事处 我是全办公室 阶级最低的一个位级军官 电话铃响了 没人会接 只有我接 为什么 我阶级最低 我就接 接完以后 铁电不是找我的吗 我这么低的阶级 谁理我呢 那大部分都是我们科长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 科长 某个处长找你 我们科长就 这什么意思 他不接电话 他就这样 那我怎么办 我说 报告处长 我们科长不在 不会 我的理解是 报告处长 我们科长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我们科长一定就马上吓死 处长比他大 我怎么可以不方便接电话 他说你害我 我说你这样子 你在啊 二话不说 当着手办公室面 他把我臭骂还顿 摔杯子 敲桌子 都说我陷害他 因为他不讲话 那这样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方便接电话 不是吗 不能说不在 然后那个处长天就火大 什么东西啊 加来点 然后我就从此火得很痛苦 对不对 错 我从此活得很快乐 为什么呢 从此全办公室都知道 我体定会老实说的 所以从此 全办公室命令我 不准再接电话 因为大家都不太想接 有个电话想接 有个电话不想接 轮到我体定要接了 所以他说你不用 你看我如是负重 如是负重 我本来要接电话 我现在不用接了 我心里好舒服 要不然我阶级这么低 我每天要接电话 就是因为我诚实 然后里面的 我们帮助最大的处长 特别喜欢我 这小子不错 耳后有重用 只是他现在不讲 所以我升官最快 我升少校 我上位就升少校 提早一年 因此你要试试看 这个世界有一个规定 好像会让你活得很痛苦 然后因为你的信仰 告诉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就觉得很难 但现在你要做个抉择 你要试试看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的神 有比这个属世还要糟糕吗 我就是试 既然我在圣经里面 是这么教导 但是属世就有这种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这种状况 我要突破 我就祷告 我心中很平安 我就做了 我也知道我的下场会很惨 我从此在办公室 就会生不如死 但是我为了荣耀神 我做了 反而得到的是超过我 出人意外的平安和蒙福 因此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要足弹仙计 我们就是要宣告我的信仰 在你的工作中 宣告你的信仰 别人就会知道 你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你才这么做 那他们不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就不这么做 你的宣告会带出你的行为 见证 这就是为什么亚伯兰道人 每个地方都要足弹仙计 这就是一种感恩 主坛是要把献上祭物的 不是只有祷告 献祭是你要精心挑选 准备一个非常完美无缺的 无产级的一个羊 献给神 那我们拿什么献给神呢 我们现在就是拿我们生活的 点点地域的见证 你的见证是荣耀神的 是没有残疾的 这样子献上去才会讨神喜悦 所以我们要足弹仙计 你到一个地方 就虽然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因为神的应许 你就是会平安 所以第三个就是要足弹仙计 所以最后呢 其实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也有告诉我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国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 要记得 不是献一个死的祭物 你自己献上 神并没有要你死掉 活祭 活的祭物 跟旧约是不一样的 活就是你活生生的生命见证 言行举止 荣耀神 所以我们最后再复习一下 结论 舍己 就是舍 就会得 得了你就会去分享 顺服就会带出行动 行动就会蒙福 然后呢 你到任何地方 你就会在你生命中 言行中自然而然的回应神 献上你的祭物 高举神的名 所以我们彼此来勉力 舍己 顺服献上自己 回应 呼召 步步跟随 愿我们一起经历 和领受神 应许在我们身上的行为 并向神 献上我们的感谢 让我们的一生 都是舍己 顺服 与神同行的见证 愿我们都能够 足坛献祭 宣扬主 圣明的侍奉 这是我们一生的服事 也是我们蒙神 祝福的恩典之路 我们要祷告 慈拜我们的父神 你的作为 你的恩典何其浩大 你在千百年前 你呼召 使用亚伯拉罕 以致让我们今天 有这样的信心的功课 和盼望 因为唯有你可以 成就这样的事 天父上帝 我们每一个人 都来到你面前 我们愿意将自己 当作国际献上 我们愿意 以这样一个 舍己顺服的心 来经历你 来领受你的应许 来看见你 奇妙的祝福 在我们生命中 使见 主啊 也求你帮助我们 怎么样赎上 我们自己的日子 好 叫我们得招 智慧 无论是服事 学习 侍奉 传讲 交通 祷告 一生 都蒙你圣灵的引导 走在满了 自由的恩典的路径上 我们这样同天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居热名 阿们 阿们 家 孙